食农教育对于国民的健康更是有举足轻动的地位 也有许多单位会与学校合作来开办许多食农教育相关的课程 尤其先前食农教育法刚过 先议员林一如也希望未来可以看见长官学的合作 目前我们的一个食农教育已经正式的立法通过了 那么我想未来对于整个食农的推广 我们希望能够看到整个长官学能有更好的一个协力伙伴的合作关系 来推动我们的一个食农教育 我想不管从我们的学校社区甚至我们的个人品牌 都能够大家共同的为我们的这一片土地来做努力 议员陈宇峻表示南投县身为农业大县有丰富的农特产品 因此推动食农教育是相当重要的一环 也希望县府农业处能够积极推广食农教育 并在县内各校落实 我们很希望我们的农业处可以跟我们的教育处一起结合 那针对我们南投县的这么多丰富的特产 我们自己来写自己的教案 那让我们第一线的老师能够知道怎么样 可以来教我们的孩子认识自己的故乡 那另外呢我们也很希望这个营养午餐的部分 就是既然南投是农业大县 那应该让孩子在学校有机会吃到我们地产地销 这样子的一些农产品 那有没有可能在这么多天当中 也许我们一个月就选这么一天 然后呢让孩子们有机会吃到我们在地的农产品 那我想这个部分呢都是我们农业处需要好好的去努力的部分 先进有许多单位积极推广食农教育 而目前食农教育法已经三读通过 县议员林一卢、陈一军也希望相关单位可以多加努力 推广食农教育 记者邱平易终合采访报道